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如果你問我最介意自己身體哪一個部位的話 一定是眼底 我的黑眼圈、眼袋好像過去三十多年 從來沒有睡覺那麼嚴重 是超級顯露,看上去很累,沒有精神,很殘 這麼多年來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改善不到 除了整容 我是很想去角眼袋、打針 但是又不敢 既然沒有辦法令它消失 倒不如眼不見為乾淨 真的遮了它好過 在遮瑕膏方面我都算是無所不用其極 誰說好用我都去試 所以儲一下儲一下真的用了很多產品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遮瑕小工具 一些調色盤、遮瑕盤 如果你有興趣同樣都是超級中毒人士 我原本是真的中毒level 但是現在雖然未說100%遮好 我不是專業的化妝師 但是以一個普通人來說 這樣好了七八成已經心滿意足 總之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今天就一起交流交流一下 當我想遮得完美一點的時候 我會用一些調色盤 先調色後遮瑕 這個是KP的魔法兩眼遮瑕組合 你看到三文魚色我已經差不多用完了 見底的了 就可以將黑眼圈變回一個比較近膚色的顏色 你看到一路印開它是很薄的 所以不會說很厚重的 就算之後後面再加其他的遮瑕膏 也不怕說很焗 你用手指揉開的時候它是很濕潤的 不會乾真真的 然後這個黃色我比較少用 因為對我來說有一點淺色 但是如果你用來打亮眼底 特別是一些比較白的朋友 它是很好用的 而另外這個是Visa的眼部專用遮瑕膏 它的質地一樣都是比較濕潤 而且它更加偏紅色 你印開它 不用怕的 不是最後那麼紅的 它是用來調色的 之後拿下面這裡 膚色的遮瑕膏 在上面搭上去 就會變回正常的人類顏色 我現在手上畫了一些交叉 我就不如試給大家看看它們的遮瑕力 究竟有多少 它調色的時候 其實就和交叉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用下面的遮瑕膏遮上去 即是我一些 可能不是很嚴重的黑眼圈 用它就夠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 都是超級紅貓的話 這個用來打底是可以的 但是就不可以遮瑕我的黑眼圈 而剛才KP這一盒 我都會試給大家看看遮瑕度的 又是拍開它 然後再用黃色 這個 這個 很明顯看到KP這一款是比較適合白的女生 然後Visa 就是比較適合自然膚色的朋友 兩個的遮瑕度我都是覺得大約有四成左右 所以調色盤對我的中毒完黑眼圈來說是不足夠的 在這個時候就要在上面再加不同的遮瑕膏了 年度化妝朋友和大家分享過JIX的四色遮瑕膏 其實它嚴格來說是一個粉底盤 因為它真的叫做cream foundation 又是你摸下去是很軟的很creamy的 其實是一點都不會乾的 它四個顏色呢 這次可以試給大家看看 有不同的底色 有些是可能偏三文魚少少的 偏黃少少 偏粉少少的 我不會用手指去上的 通常都是用遮瑕掃 然後用哪一支呢 就要看那天的時間和心情 如果是要快靚正 就會用MAC的270號掃 這個你會看到是比較密質質的 你這樣印上去 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遮瑕 按下去 看到嗎 它已經是full遮瑕 你只需要blend開旁邊 它也不會說很厚 但是它這個遮瑕度是比較好的 所以相對其他來說 它也是有刺刺厚度 但是你只要拿捏得好 它不會說很厚重的 完美遮瑕了 然後如果那天我是比較有心機 有時間的話 就會用這些比較鬆的斜角形 你上了之後 在手上印開它 印一下印一下就會很薄 然後才慢慢印到眼圈那裡 這個我覺得是要配合全妝的 要化妝的 因為它本身有妝感 不是素顏加少少那種 會有落差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它的性價比真的不錯 百多元是這麼大眼圈 真的用到天方地老 之後這一款是Excel的無重絲畫 三色遮瑕箱 推開的時候它都畫的 但是就不是很濕潤那種 你會看到是硬一點 不是很軟的 之後我沒有用到好粒 原因就是它會比較沒有那麼延展性高 如果你的眼底不像我那麼乾的話 它會用到的 但是如果跟我差不多的狀況 很多眼紋的話 這個就要小心了 其實以開架遮瑕來說 它做得挺全面的 你會看到已經遮瑕了 Excel這個推開了旁邊 會看到更多的紋理 剛才JIS那個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它比較乾一點 還有是有對比有傷害 因為下一個跟它是差不多的 都是三色的遮瑕膏 但是滋潤超級無敵多 它是Canable的自然妝感遮瑕膏 之後這個一摸上去 就是很濕潤很潤的一種 你會覺得就算我的眼底有多乾 用了它完全不用擔心的感覺 我也找個位置試給大家看 感覺到嗎 我覺得大家未必在鏡頭感覺到 但是只要你一摸 你就會感受到它是像Cream的感覺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它比起Excel貴很多 我很想放它在年度化妝品 但是12月才買 放它下去好像不太適合 不過它差不多可以代替了這個JIS 成為了我現在最喜歡的遮瑕膏 這個有少少退了位 因為它真的很潤 對於我這個眼底是沙漠的人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很公平的 我抹走之前的遮瑕膏 然後拿這個 要擦一擦開它 因為要用熱力去溶一下 看不見到嗎 它的遮瑕力也是很不錯的 開始有點找不到 它是大約這個位置 真的遮得很自然 雖然好像沒什麼人介紹過 但是不要緊 由我來發掘 再來有六種顏色的 就是Mac的專業遮瑕及修正調色組合 這個我買錯了最淺的顏色 它摸下去很硬的 但是你用了手指去推開的時候 它也有一定的濕潤感 我還有沒有位置呢 這裡 這裡還有少少 你會看到它的延展性是好的 我畫了六種顏色的話 大約是有這三個顏色 或者是這兩個顏色我才用到 不過不要緊 都可以告訴大家它的遮瑕度 和我用下去的感受 印上去 又是已經遮得七七八八了 在這個位置 顏色不對 不是它的錯 是我自己選得不好 然後我自己用下去 就覺得 如果你本身不是很厲害 怎樣去遮瑕 不知道哪一個顏色 是用在哪一個地方的話 這一盒是大財小用的 但是如果你說已經遮瑕了很多年 我知道有些位置是用來遮瑕 遮瑕、遮瑕眼袋 這盒當然是非常之好 剛才分享過這兩款遮瑕掃 都是比較適合大範圍遮瑕 如果我想精準地遮瑕眼袋 雖然我不太厲害 但是我會用一些比較扁平 比較細的掃 這一支是Laura Mercier 跟了我有十年 真的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賣 可能改了很多次版都不頂 可以拿些打亮的顏色 然後你就跟回這些位置 這樣在上面那裏 加一條線上去 然後等它乾一乾一陣 再推開它 那個眼袋位、淚溝位是會沒有那麼明顯的 說多個遮瑕眼袋的秘訣給大家知道 就是戴帽 一戴帽就沒有了眼袋 因為眼袋最大的敵人不是什麼 而是燈光 一有燈光 它的陰影射下來 就會看到這條痕 一沒有了一遮住了 多平滑 大家可能會問 今天說的遮瑕盤 跟我平常常都說的遮瑕液有什麼分別 我會覺得是時間 如果要用這些遮瑕膏 你需要一些心機 但是如果用遮瑕液 你點幾點拍開它 都遮得不錯 那就要看看 究竟你想遮得有多完美 還有你本身的黑眼圈有多嚴重 如果我平日不用說要遮得很厲害 只不過是遮到六七成左右已經OK的話 我會用遮瑕液 真的很快 你畫一畫 然後拿美妝蛋拍開它 已經見得人了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真的看下去是完整一點的 真的很想它消失的話 我覺得遮瑕膏是會更加工整的 做出來的效果 有些人都會問 究竟是哪一種的遮瑕掃好呢? 沒有最好的 你不同的功能是要用不同的形狀 然後這個形狀我有Rare Beauty 亦都在韓國的時候 這個是韓國的 這個是Rare Beauty 用來的感受是一樣的 它們的欠的價錢是一百元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試試買韓國的 這個Filleminic的牌子 我看到代購都是約六十多元 很划算 希望這條片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價值 我明白的 每次一不化妝就被人問 你是不是很累 我不是很累 我不想的 我都沒有辦法 但是搞不定 所以各位重度黑眼圈的人士 我們共勉之遮瑕膏真的很重要 是它是可以拿到貝爾獎的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上三星 和星期日更上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加料拍完這一段 說了這麼久 我想大家很想看我怎樣實際去遮黑眼圈 所以今天不如一邊遮一邊拍下它 現在可以看到我的黑眼圈是超級厲害 而且是很深的眼袋 究竟我平時是怎樣做呢 第一個步驟 我會厚敷眼霜 最近我用Origins 他們新出的月肌再生僅致抗皺眼霜 通常如果早上我是塗的話 會用GEL狀 然後如果敷的話 就會用這種霜狀 它的質地其實推開的時候 都是很滑的 那我就會很大坨 這樣有厚度 敷在眼底這個位置 剛才的份量已經足夠兩邊眼底了 敷它大約三到五分鐘左右 然後用化妝水抹掉它 這個動作是可以令到眼底明顯沒有那麼乾的 我不用水的原因 就是因為Toner也有點保濕 我的眼底實在太乾了 我們先調色 哪一款都好 我都會用手指的熱力把它融一融 然後就會拿遮瑕掃 拿了這個三文魚色 在手背那裡印開它 印薄一點 黑眼圈最麻煩是前面這個三角形 如果我們遮了它 你看 好像沒有黑眼圈一樣 所以我們的落筆位置 我會在這裡 然後剩下的那些才慢慢放在後面 少量多次 有那麼薄得那麼薄 你會看到不會很厚重 或者是一個很厲害的妝感 但是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了 之後是膚色的遮瑕膏 一樣用手指去融化它 再用化妝掃去拿 步驟一樣的 在手背那裡印開它 有那麼薄得那麼薄 然後由最深色的地方下手 這樣慢慢點開它 正下來的遮瑕膏 就放在眼尾 和在上面眼蓋的位置 然後上粉底 盡量都不要動到 剛才的遮瑕膏 然後眼袋和淚溝的位置 就會把這兩個淺色一點的遮瑕膏 混合起來用 低頭很精準的 放在戒指上 輕輕地印開邊緣就可以了 一直把邊緣混合起來 整件事會自然很多 然後就大功告成了 最後來多一個前面 和後面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遮瑕膏 是很偉大的發明 反正都是給大家看 兩邊遮瑕膏後就是這樣 有兩個啦 有兩個啦 對 對 對